以家人之名,陈婷在大结局靠遗书洗白 齐明月说出她讨厌尖尖原因 李尖尖和林霄也终于在一起了 所以,她放心地把林霄交给李尖尖 并真诚地祝福他们幸福 在钱阿姨和邻居的聊天中 观众的知,那天陈婷是被朋友约出去打牌 把林霄和云云留在家里 锁了门走的,因此才造成惨剧 陈婷自私的爱,扭曲的爱,绑架了林霄 当她看到林霄和李海潮 和李尖尖之间的关系那么亲密 甚至还在和李尖尖谈恋爱时 她更是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 难道陈婷不想自己的儿子林霄幸福吗 陈婷在看完李尖尖写的树洞后 终于是反思了这些年,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齐明月看来,虽然李尖尖拿了核桃送到林霄家 是惹了陈婷不高兴 但陈婷如此针对李尖尖 不是因为这筐核桃 这些话虽然是齐明月根据自己的分析猜的 却和陈婷在遗书中提到的反省不谋而合